新武林大会上,秦岚互生最高,但舞蹈基础也的确偏弱一些,本来董杰可以挑战秦岚的,但是他因为不舍得秦岚淘汰,选择光东城,而baby也有机会挑战秦岚,但就是不挑战。 不少人都猜测baby是不是看不起秦岚,说起baby和秦岚的关系,还真有点尴尬,因为黄晓明曾和秦岚谈过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原因,baby没选择秦岚。 所以,秦岚直接晋级了,秦岚和黄晓明因为合作怀着格格认识,2004年爱人再次合作电视剧龙票,他出火花,正式交往,那时候的秦岚是穷摇女郎,黄晓明还不是一线小生。 有新闻曾说当年在拍戏时黄晓明发生意外,秦岚停下手里的工作,去北京照顾他一个星期,但是因为秦岚是女主,导演又一直催着秦岚回去拍戏,秦岚只能回去,秦岚黄晓明被暴命女交往两年,还曾经被拍到与秦岚的妈妈一起出行, 还有爆料说两人已经买好新房,当时正式秦岚妈妈负责监督装修,不过在传闻漫天的当年两人一直矢口否认恋情,从未承认过,直到两年后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,各自才分别松口,分手之后秦岚公开回应过这段感情,只属于小明哥的交情,是平淡如水的朋友,但小明哥在多年后的回应则,几乎是肯定。 和这段恋情的存在,还曾说过过是自己主动提出的分手,自己不喜欢被欺骗,而这番言,论被外界解读,是在描述和秦岚的一段情,曾有记者直接主题问秦岚,你是不是认为黄晓明不够专一? 秦岚连上一丝尴尬都没有,我们只是好朋友,从来不是恋人,他感情专一不专一,我真的不知道,在我眼里,小明是孝顺, 敬业的男演员,说到这里,秦岚还挨着头小了一下,接着补充道,他是个善良的男生,秦岚和黄晓明现在虽然没在一起,但依旧是朋友,黄晓明当初开店秦岚还有去参加,看来关系并不尴尬。 在黄晓明之后秦岚交往的人是陆川,陆川与秦岚是因为2009年合作南京,南京,而秦岚,秦岚不仅以零片抽出演影片,还因为当期问题,只付了另一个剧足数十万元的赔偿金,为拍摄付出了巨大心血。 在拍戏期间,他与陆川日久生情,不过正式确定关系,则是在影片后期制作时,两人还曾被拍到在车库热管。 此后陆川正式承认恋情,二人恋情曝光,但是这段恋情也已无疾而终生长。 不知道秦岚在武力大会,看到baby是什么想法呢?